韵味 这一季中国味道 打开经典作品 传承属于中国的味道 还原经典作品中的美食 品味中国文化的韵味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 中国味道味道博物馆 我是主持人张特 本节目由建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建南春中国白酒的味道 本节目雪惊玉油 由长寿花金沛玉米油提供 金沛沛芽做好油 长寿花金沛玉米油 在我们中国味道味道博物馆当中 我们每天都会选取 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当中的两道菜 来让大家共同品味 其中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独特的味道 那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 再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文学背景 金庸的武侠小说 武功学学有秘籍 江湖美食有秘密 就在今天的中国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射雕英雄传 那四位 我们来猜测一下 如果由你们来还原 这部作品当中的两道精选美食 你们会选什么 我要说的话 我要先选的话 我肯定选鸳鸯武正会 董香 您要选选哪一部 太复杂了 我觉得那个叫花鸡比较好 简单方便 而且有营养又好吃 这个我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可能大家有点都没印象了 是龙七公最后一次在这个山顶 跟欧阳峰决斗之前 当时他是弄了一只鸡埋在地里 被无数的乌公把那个鸡肉都积血吸光 最后把那个乌公一个一个剥下来 扔到锅里煮 跟虾仁似的 这作家想法就是不一样 陈欧阳赏他们吃那烤全羊 那小羊羔在那火上肥油直逼 然后再往下转 那叫花鸡吃什么呀 烤全羊烤全羊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两组寻味搭档 首先跟大家见面的呢 就是第一组 他们会是谁呢 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怎么样的美食享受呢 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他们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李林 对武侠小说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 我时常会在武侠世界里遨游 也许我是会用一阳指的一灯大师 也许呢我是会用祥龙十八掌的红七公 哎我有一个爱好 这个条子你敢穿的不是这个衣服吗 这段是这么演的吗 我喜欢拿着原著笔照着电视剧看 看看哪一页的哪一段到底演没演 演的对不对 我对食材很挑剔 我对菜品要求完美 二十八年的厨房磨炼 几乎没有什么菜能难倒我 我来说了 我先说呀 大家都知道就是四辆云中转里头 红七公是个大美食家 黄老鞋也是个美食家 所以培养出一个会做菜的姑娘黄蓉 虽然您颜值战胜不了黄蓉 但是您手一怎么打得比黄蓉强 是不是 所以难度特别大 要加油啊 王大厨 对 咱俩这次可得好好研究研究 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在琢磨 汤类 线类 球类 块类 哪个形式更好 原本这双拿菜刀的手 竟然拿起了画笔 画草图 无数次的成立又推翻 这才算大功告成 吃了这道菜 感觉自己真的是到了武侠世界 用这双手做出武侠美食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中国味道 我们来了 李林 痴迷于侠义之道的传神大师 王志强 武侠江湖中的超级大厨 两人来到中国味道 合力复原心中的武侠美食 哇 认得吗 这是一个 动销横吹 对 这个玉销其实在整部射雕里面 和中国武侠小说里面 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兵器 是音波宫的出足 黄大姐 你不要再吹了 你在淡花岛住了这么久 太便宜你了 除非你马上离开 否则我就不客气 咱们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 你要给我们做什么美食 这道菜 它也应该可以算的是 杭帮菜里的一个创意菜和创新菜 也是金庸先生笔下最具有诗意的一道菜 我们这道菜最重要的是 它的名字 有诗意道是取自于杜牧的一句唐诗 是诗 侠 意 三结合的一道菜 而且健康 我的智商不够 我反正没听出来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想知道吗 想 你带着我们厨师 让那边去 我给大家介绍 得嘞 来 麻烦您 请李林为我们进行介绍宣讲 提到射雕英雄传 我们不得不说到武功盖世的盖帮帮主洪奇功 他无疑是整部射雕中的一位老涛 一位美食家 他年轻时候呢 创过一套掌法叫做逍遥游 成名的掌法叫做降龙十八掌 分别传给了郭靖和黄荣 但是黄荣是用什么手段 让这个从不收徒弟的老教花子 能够大开山门 把两套武功买一送一的赠给他们呢 源于黄荣的厨艺 这道菜名叫做二十四桥明月夜 二十四桥明月夜 是的 可能对我们现场的观众 或者对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来说 这道菜啊 真是太失忆了 是的 但说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杜牧的诗 所以你看这个有桥在 然后还有明月夜 晚上非常黑 一轮明月照在天空 有桥必然有水 有水必然会动 有动的时候 这个明月在水上的影子 就会随之而波动 这个给人一种特别强烈的 一种美妙的画面感 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么这道菜实在是 太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了 这道菜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什么样的做法呢 有请李林与王先生 共同为我们展现 二位请 我就想知道啊 在原著当中 也算是给大家伙普及一下 这菜到底是怎么说的 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道菜在原著之中 黄荣是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 结合了他们家的武功 他家的武功除了九阴真经中的 九阴白骨爪之外 还有一种叫兰花佛学手 主要是用这个佛学的方法 在一只整的金花火腿上 佛出二十四个洞来 然后将这个豆腐削成球 搁在里面上锅蒸 蒸完了以后 让火腿的滋味 渗到豆腐当中 把火腿扔掉 不用吃这豆腐 王先生咱说啊 您没见到他之前 您要说那个想让您要做这道菜 您要是一开始设计怎么设计 那么好了 那我来做呢 那么根据现代人这种饮食的观念 还有老百姓家里的一个承受的能力吧 谁不可说弄一条掌火腿我去做去 第一个过脏没有那么大 那么好了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想了一个主意 就稍微的给他做了一下改良 这豆腐 豆腐用到的是南豆腐 南豆腐 为什么南豆腐 南豆腐呢 它的含水量比较多 第二个它比较嫩 你看它的这个做出之后 这个这方面不像北豆腐有很多的蜂窝 对的 它好成形 行 那咱就动手吧 那你看首先我们把这个豆腐 我们要给它片成一个鸡薄的片 大概这个片呢 也就是0.2厘米左右 圆柱里的说火腿 豆腐那么两种食材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不会说把这个火腿拿过来 说我上面这少去给它挖一洞去 那么就是这个老百姓在家里 它呢你操作的时候非常的难 对的 是吧 它的火腿至少非常的硬 而且它的纹理 你看看一下 这个非常的粗 纤维非常的粗 那么你挖洞 就跟干墨 你挖洞的时候就宝挖 对 那么我们就想了一招 我们先学兰花和血手吧 兰花和血手不用学 我们可以学一个移花积木 然后你看 首先我们用这个纱布 先给它铺好了 给它铺在这 卷酿嘛 一种食材我们就层一层的来 豆腐在蒸制的过程中 怎么能保持它的水分 那么好来我就想了一下 用这冬瓜 用这冬瓜 最后给这豆腐开始蒸的时候 穿上衣服 也就给它包上 那这样的豆腐的水分 就不会流失 这个冬瓜 冬瓜拿过来 也是给它片成鸡包的片 我们先把这上面 给它去一层 你看这个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真的是薄乳酯 王大厨的那个刀工 确实挺厉害的 如果我们是切的话 可能都没有 没法切得这么薄 但是如果是片 按说比切应该更难 做完这两种食材 我把这个 同时把这个 火腿 火腿也给它切成薄片 火腿我们用到的是金花火腿 为什么用金花火腿 因为金庸先生本身就是江浙人 还有一个是 黄荣居住这个地方 按现在推测 桃花岛应该在 江苏连云港地区 对 而且这个东西也产自浙江 我就知道你要吃 你看看 特别咸 我先告诉你 对 特别咸 我吃完 我省车去 金花火腿 它第一个是用浙江 产的是两头雾 这猪 两头雾 那么猪的品种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 它再加工 加上它的加工的工艺 那么加上它的产地的气候 那么四季分别 完成做这货腿 对 那么在这里 在这块呢 还用到了一种神秘的食材 给主持人闻闻这个 看看这是什么 猜 我觉得是虾米皮 碾碎了 那么这里的这食材也是经过 在做这菜的时候 反复吃做的时候 那么这豆腐 它老是不入味 是吧 那么豆腐 对 不容易就是 因为我们用蒸的说法 我又不能说用别的食材 说现代我们用一些这种 说现代的调味品 说给它去加入这个味道 当然那就跟原住 可能有背离了 那么后来我就用了一些这种 也可以说密质的调料 那么这里刚才您已经说对了 有虾皮 里的还有一味叫干贝 这个不光是能给这个豆腐提这个鲜味 那么同时像我们这个火腿 它现在在腌制的过程中 因为时间长 这么稍微一闻 稍微有一股腥的味道 它比较腥 那么这个海鲜 又能去这火腿的腥味 所以完成到最后 我们用这火腿 给这豆腐入一个鲜 用干贝的 跟虾皮爱蜜蜜的调料 又给它去一个去腥 再提一下鲜 这都算是叠上了 就算盖上背了 知道吗 好 不对啊 人家兰花蜂蜇的时候 24个洞 你们这24床背 别着急啊 一会儿这背就让你去看见洞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利用一个卷酿的手法 就是一层 你看把这个冬瓜放在最下边 豆腐中间 火腿 在最上边 那么到时我再给它一卷 你看这么着 把这个 把它卷上了 这就算粘上了是吗 粘不上 一会儿我们蒸完了 我们蒸完了 然后还要再给它打开 把这冬瓜 火腿给它去掉 再重新卷一下 让这豆腐定型 最后我们吃的时候 还是只煎豆腐 不煎火腿 不煎冬瓜 这就吃的是个功夫钱 你知道吗 而且在中国古人里头 做豆腐 做白菜这种东西是最难的 咱们的哪位嘉宾 愿意上来试试 这卷 我觉得范范来 来来来 范范来 范范来 我现在激动的是什么 这一片火腿好贵 我怕卷糟蹋了 不过我觉得范范的态度 对 任何一个美食 美食出产者 应该对食材 都保持着一份尊重 来来来 春卷 豆腐卷 卷得非常好 非常棒 谢谢老师 这已经就是卷好了 那么下一步就直接给他 把这个上锅去蒸 大概蒸十分钟 麻烦二位先给蒸着 金庸先生本身 那也是江浙名门望族 那么应该说 拿咱们老百姓的话说 那也是吃过见过的 在他笔下所写的美食 应该是符合他所见到的 能够听闻的 吃过的 最好吃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豆腐 其实黄荣说 他最擅长的就是做白菜和豆腐 所以他可能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一项 但是我觉得可能潜意识里 他会意识到选择豆腐 这个来作为第一道手艺去展示 他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中国这种自然的精神 或者是一种反普 反而很朴实 而不是那种沉迷于这种花色 沉迷于这种技巧 而是从这个最简单的食材开始来考虑 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做美了 那是你本事 你要是把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拿过来就吃 那不是你的本事 那是食材本身的东西 那把一个简单的豆腐做出美味的 我觉得就是显示手艺了 而且一个你想红旗公事吃货 黄荣也知道红旗公事吃货 那寻常之菜也镇不住他 对 就是要用最简单的菜给你做出好吃来 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 说到这儿啊 就是大家可能也在想 黄荣我们想在这个电视剧也好 还是在小说当中第一出场的时候 是一个小叫花的形象 女扮男装 抹了一脸黑灰 然后呢认识了郭静 然后这傻哥哥带着自己下馆子 但问题是你听他点那些菜 郭静一个从小在内蒙草原上 只吃手把肉长大的孩子 听那菜都听傻了 嘿嘿嘿 客官 菜做好了 嘿嘿 来来来 随便啊 这些菜怎么能吃呢 让我来点几样吧 哦 我弄一点酱鸭舌 鸭舌要一百条 不能多也不能少啊 还有呢 再来一点珍珠鱼木羹 珍珠要二十粒 鱼木要八十粒 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 再来一点豆腐丝捞面 豆腐丝呢 不可以粗过面条 请问 黄龙的厨艺谁教他的 我 我觉得很简单呢 就他爸教的呀 对 因为他爸不是有出了名的疼媳妇吗 他肯定会自己学做菜呀 加上他妈后来又去试得早 他爸是上海人 对呀 反而男人都会做菜是吧 对呀 来啊来啊 然后重点是 他媳妇去世的早一出生就没了是吧 这孩子没娘啊 他爸必定要做菜给他吃啊 是吧 虽然他们家有这个仆人啊 但是为了表达父爱 他肯定还是会自己露两手 那耳闻木染 从小到大 这不就学会了吗 我觉得就是他爸做的 觉得说的非常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桃花岛的那些仆人都是哑巴 就算黄蓉吃过这菜也不知叫什么名 你想想在原著中黄老协是怎么记载的 天文地理琴奇书画 一补星象 无一不知 无一不小 而且在这个做饭的期间 他还能研究武学 在研究美食的同时呢 又领悟到了武学中的真谛 要不然哪来的兰花佛学手 做二十四桥明月夜呢 现在就是现在用蒸的这个方法 蒸好了 能吃了吗 现在还不能吃呢 但是现在他刚完成第二步 这豆腐呢 在这第一次蒸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超过十分钟 那么你要蒸的时间太长了 这豆腐它会起这蜂窝 一起蜂窝 这豆腐就失败了 您的意思还得蒸第二回 对呀 反复蒸啊 千锤百炼嘛 看现在我们这豆腐 大概已经差不多有十分钟了 有十分钟了 有十分钟 这么一看 已经这味道 这火腿的味道 已经出了 火腿切进你的这个味了 对 打开之后 我们再给它打开 那么把这个火腿 取出去 取出来 这就不要了 我们把火腿取出来 这叫什么 气质不用 不用了 对 我们轻轻 我们轻轻的 再把这个 轻轻一卷 那么二次上体 蒸的时候呢 时间不用太长了 大概两到三分钟 就为了让它定型 让它倒是能粘连住 给它固定一下 那么这时候已经到了 关火 关火 这已经蒸出一锅了 锅小 是吧 你看 这时候蒸完了 蒸完了 它不是还很热的呢 是的 我们这时候不能打开 得需要大概 晾一下 晾十分钟 晾凉 让它定型 去给它做一造型 是的 这道菜基本上 就算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时候 你看这个豆腐 已经看看 已经亮的差不多了 已经亮的差不多了 看一看 下一步 好 下一步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切这个 拿这盘子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造型 摆盘 摆盘 中文国菜讲究色香味一行 这就是行 看我们现在把这道菜 这豆腐蒸好之后 那么把这豆腐 直接切成一个小桥堆 那么码到这个盘子里边 这个桥堆啊 没必要 说非得给它切得一半高 可以给它有点高低错落的 以前也刻好了 一胡萝卜桥 必须得有桥 是是是 扬州美景还真是好 是的 大概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向桥堆 桥堆 大概做这么一小造型 有高有低 经过风雨 经过这 风吹之扇 风化以后 他给这做一下点缀 那么这扇也其实非常的简单 用这黄糕片来做一些这种 假扇的扇影 那么现在这个桥呢 你看完整 没有连接的 我们稍微的给它做一下 连接 这个知道呢 像一个桥 铁锁 铁锁横江 这摆盘体现的什么意见 二十四桥明月夜 督目当中那种师傅就说了 二十四桥明月夜 亦遇人何处交洞销 这又干嘛呀 这稍微做一下 美人 水草 水草 对吧 那咱两笔 对 两笔蓝炒 用我们这胡萝卜 反正给它刻着一个弯弯的月牙 浇一个汁 再来一点 上边点缀一下 上边这些菜 我们再稍微点缀一下 有两个鸡蛋 鸡蛋呢 我们只用到蛋黄 那么来点这个 长寿花呀 来点玉米油 是吧 卸开 就勾一个薄芡 对 就勾一个薄芡 哎呦 这菜真是千 千五万换使出来 千万换二十四桥明月夜 好菜不换碗 对吧 没错 咱就等着吃这口呢 一盘活色生香的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现在大功告成 上菜 这道极具意境的二十四桥明月夜 已经由王志强 王大厨烹饪完成 最终能否被收入入管 请各位开始品尝 好 现在呢 请我们品味团的四位成员 从创意度 还原度 以及味道三个维度 来进行点评 从还原度上来讲 这菜就没有什么还原度了吧 对 因为那个是火腿作为容器 又作为调食品出现的 这个豆腐还真的是没什么味道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这个黄瓜的装饰呢 我现在不知道具体说 这道菜是冷菜 还是属于热菜 如果是冷菜的话 这么吃没问题 如果是热菜的话 这种生跟熟的这种搭配 是中国朋友的热菜上的一个禁忌 也是一个忌讳 这道二十四桥明月夜 我觉得李林说的玄乎 王大厨做的辛苦 这道菜给我的感觉就是 会觉得不知道哪儿差了那么一点 尤其上面这个蛋黄这部分 蛋黄味道也非常的清淡 而且它的口感跟这个豆腐搭配起来 并不是那么好 然后它味道没有入进去 这个端到我面前来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 哎呀 今天搞的是甜品大赛吗 完全就是个桂花布丁 是这么一感觉 那个桥我们是用豆腐本身来做的 对吧 然后但是确实做凉了 它创新 有 但是把菜给创凉了 就不好吃了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味道 又没有还原到味道的 这个本身的那个味道 这道菜我觉得它美 它是一个很立体的美 是一个很立体的美 立体的美 这菜就没有什么还原度了吧 味道没有入进去 凉了就不好吃了 是一个很立体的美 它不光是这个菜本身的摆盘 我觉得这种美 其实和金庸小说里 这种武侠的这种美 是很接近的 你要深究金庸武侠里面 什么踢云纵啊 什么小龙十八掌啊 这个科学上是不解 没法解释的 但是呢 我们会觉得很美 很有文化 其实菜也一样 是一种美好的美 也是美味的美 这种美其实是真正 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好来 请四位投票 马博雍三票 董克平老师两票 饭粉三票 潘潘猫四票 一共是十二票 也算不错了 因为我们的满分是一百五十分 剩下的几票呢 要靠咱们现场 尝过了这道菜的观众们 来给我们打分 如果说达到了一百三十分 也就是大于等于一百三十分的话 你们的菜就被自动纳入中国味道 味道不完 如果这个分数不够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就期盼着六神累累做杂了 来 来 现在请我们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投票 一二三开始 一百零一分 一个不高不低 客气话 其实极其可危的成绩 我觉得呢 王大厨是一个很优秀的厨师 厨师每一道菜就像电影导演的每一部作品一样 那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创新 有变化 是挺好的 到底能不能这道菜被我们纳入中国味道味道博物馆 好 请二位 稍事休息 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对组合是哪两位 来 请看大屏幕 十岁的时候 我翻烂了第一本社交的连环画 读到第N变的时候 有的问题我还是没想明白 我经常想 黄蓉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脱软胃奖了 他拥抱的时候会不会刺着过精 三十岁那一年 我做了一个公众号 叫六神累累读金庸 每一篇文章 都会有几十万的阅读和讨论 这么水域呢 才到我 这里呢 已经第九代 我这道菜呢 已经四十年 每一个步骤呢 都开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特别喜欢红七公 我经常就想 究竟是多么好吃的一道菜 会让红七公毫不犹豫 就把毕生的绝学都传给了郭敬 这道菜的原材料 想必一定非常的讲究 我试了几十种原材料 这个肉质呢 比较结实 但是呢 没有油水 这个体格呢 也比较小 肉质呢 比较干 我每天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在挑写这一种食材 除了选材讲究 等六神雷雷和周大厨 发现这道菜所用的泥 分类就有几百种之多 也让二人再三思索 我反复研究了这个特殊的材料 它会不会影响这道菜的口味呢 时间和火候 该怎么把握 所以呢 在四十年来 这道菜我一边做 一边在学 这辈子呢 南巴这道菜也就明白了 就够了 这道菜就是我心中武侠的味道 中国味道 我们来的 平时对于六神雷雷 咱们只是只见其文 不见其人 啊 今日一见 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六神雷雷 游走于武侠世界的逍遥比课 周锦平 精通侠客美食的第九代传人 两人携手味道江湖 共同演绎侠客本味 今天一见就幻灭了啊 幻灭了就 六神雷雷先生啊 花朵水先生 不看 那个 这个 带一 带一葫芦来干什么呀 你是准备待会儿拿那葫芦一把塞的喊一声 马博雍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这个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 您说说啊 带的呀 是我们今天这个美食的招牌 看见这个葫芦 就会想到金庸小说里的一个人 这个人 就会勾连出一道菜 这个菜呢 是射雕英雄传里 黄蓉做的第一道菜 也勾出了黄蓉和洪七公的一段师徒情缘 他集 侠气 豪情 美味于一体 好 这道菜 六神雷雷准备怎么给我们介绍呢 来 掌声欢迎 周师傅 马上 我们俩把舞台让给六神雷雷 在射雕英雄传里 一个江南的夏日 翘黄蓉啊 要做一道菜 给他新娇的男朋友 敬哥哥吃 香味 远远的传了出去 忽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撕作三份 鸡屁股给我 这句台词 是金庸所有的小说里 我觉得最传神的人物出场 而这一道菜 做的时候粗广豪迈 吃的时候是大马金刀 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 叫花鸡 谢谢大家 这个叫花鸡在历史上分不分 南北不同的派别 周师傅好像是常熟叫花鸡第九代传人 对对对 叫花鸡还有传承呢 传承人 因为我叫花鸡做了一百三十年了 一百三十年了 一百三十年历史了 我是第九代 好 那么六神雷雷与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叫花鸡 是否能够传神的给我们展现出来 当年黄荣给洪七公做的那道叫花鸡呢 两位请 来吧 咱们二位先给介绍介绍食材 首先一个鸡它是主要的一个原材料 那么鸡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塞黄鸡 塞黄鸡就是黄毛黄嘴黄甲 为什么不选太和乌鸡 乌鸡一定不行 因为这个塞黄鸡串里有一句原文叫鸡肉白嫩 就是三黄鸡是我们寻常百姓人家里面吃的最多的一个材料的这个鸡 你们那个白切鸡也是 也是三黄鸡因为它肥素相间刚刚好 而且三黄鸡有个特点呢 就是说它比较好养不太容易得病 所以一般家里面就是养这个鸡的比较多 选这个鸡是不是也因为它是容易烂容易熟 相比别的鸡来说它更容易烤制和入味呢 三黄鸡呢它我们使用生长鸡在6年的 而且这些都是散养的 而且里面的肉呢有肥有烂 为止这个叫花鸡中间八种八宝了 它猴腿肉 筋肉 加燃 鸡蒸 腰骨 冬散 香菇 干败 我的妈呀 这样的叫花我也愿意做呀 叫花鸡当时是把那个红枝公中间的也有叫花鸡 它要来的饭菜 要来的菜 一股脑的是到直流比里 其他的我们那个做叫花鸡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黄泥 这泥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泥呢必须要我们在当地的一个场所的遗塞上的一个塞黄泥 和塞黄泥和我们做桂花酒的一个酒台泥 缓和在一起把它做捏糕一样把它打拧了 我知道就是跟那个做瓷器一样 你做那个这个胎土啊拿来之后晃水得不停地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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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土拿这个做瓷器人说就是这个杏子给打熟了 对对对对为什么我讲特别强的藏水遗塞上的那个塞黄泥呢 因为遗塞上砂满了桂花树 那么桂花落在泥头中间 它这个泥头带有了我们桂花的一种方向在里 这真的假的呀泥还能 金庸先生喜欢桂花那是有分的 金庸先生就喜欢桂花 这鬼小宝为什么叫小龟子呢 就喜欢桂花 可以闻了我们可以请我们嘉宾来闻了 用手感受一下这泥的弹性吗 感受一下这个泥的弹性 看着花开的 哦 泥还好呢它是黄泥 有酒味哈 有酒 有酒味 对对对 这是真的那个泥过来的味道是有的 什么味你闻出什么味来了 那个桂皮除了酒还有桂皮的味道感觉是 人家说呢这个泥其实是跟那个风桂花酒的那个坛子 风钢的那个风泥和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稻草 古泥的是它转上转摆的 是还有一个其拉里作用 不然它危机的是把它开里 就是像钢筋混凝土里面的钢筋一样 然后这是荷叶 这个咱们还得讲一下 金庸小说里原本啊做教华机是没有这个荷叶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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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小说里边啊 后来啊金庸让黄荣又做过了另一道菜 是一道汤菜 好球汤 好球汤 好球汤里边要用一个材料 荷叶 既然后来的菜里边用了荷叶 那吃钱这个菜里头啊就不用荷叶了 就小时候下避免两个食材重副 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教华机就大方的把荷叶就让给他们好球汤了 哦 我相信金庸先生脑袋里想的就是有荷叶的 我还是可以增加汁的那个香味了 因为教华机这个汁的构成呢比较繁殖 那么下面呢 我邀请我的徒弟一起上来 作为我的助手 来 欢迎周师傅徒弟上来 好 那您几位先忙活着 学习我们第一步 洗好的鸡把它处理好 其实咱们把这个关节剁碎啊是有讲究的 是为了之后啊好包裹 因为要为荷叶把它给包起来 第二步 把它那个叶制 叶制呢我们把那个刚才 叫处理的鸡 筛黄鸡和我们的那个八宝 分别放我们的调料叶制 这个腌制的用酒是吧 这个酒是什么讲究 叶制的呢我们那个有几种啊 学习呢给我先放 那个我们的叫藏所的 它有的一种桂花酒 咱们腌制的时长啊 其实是比较长的 这个鸡呢 叶制呢 一共是要五个小时 有叫花鸡 对吧 怎么没有叫花鸭 叫花鹅 叫花兔子 我给大家讲一个里边一个关系 就为什么是叫花鸡 当时让黄荣去偷的是鸡 让他偷其他的不合适 咱们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啊 偷鸡摸狗属于什么呢 属于英雄好汉的小毛病 就咱们这个感情上通常可以接受 如果你让他偷别的东西 有可能感情上不能接受 你就让他偷个牛 那人家就破产了 咱们就觉得黄荣这事干的就不地道 偷鸡应该是最方便的 偷鸭子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告诉你 黄荣是先听见鸡打鸣才想到去的 你不能先听见个鸭子嘎嘎 在那黄荣想不去 那切的那小碗是什么呀 这个小碗呢 刚才已经切好了以后呢 后腿 里脊肉 下缘 脂沾 腰骨 鲜骨 还有干杯 接下来 我们要把椰子好的鸡 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把这个 蟹料 全部 一股脑袋 塞到鸡的 肚皮里面 这怎么轻的都像这个 万圣节烤火鸡啊 有点像八宝鸭 八宝鸭的做法 把这个蟹料 把它 塞进那个鸡的肚皮里面 塞进去就行了 好 塞进去就行了 这下期我要 那个相当一个重要的一步了 就是 第三步 要把它 那个 包合约 你看 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啊 红七宫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武侠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社会性职务 对 起盖 丐帮帮主 这个其实是金雄先生的一个 算是一个小bug 一个小错误 因为当时的时代 发生了时代南宋 但其实叫花子这个说法 是到了元代才开始有 当时是因为叫花子 这个是一个动词 叫指的是祈求 这个花呢 不是花 其实正经应该念画 画源的画 后来呢 这个词慢慢的就演变到民间之后 因为画这个词太文了 慢慢有一个叫花子 所以叫花子 叫花子 就是它乞丐在每个时代的称呼都不一样 真正是到了叫花子 其实都是在明代 你要到让洪七宫自称说老叫花子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是有点穿越了 那它应该自称什么呢 自称起儿应该就够了 来吧 咱果鸡 第三步我们果鸡了 一张还不行 一张还不行 一张喂了以后呢 为什么呢 把它勾紧 往点葱 往点姜片 前那个食尔尔夏天 消暑下凉 纳凉的时候 经常有荷叶捧着那些熟食啊 包括一些冷饮小吃都用这个荷叶 它这荷叶的用法有讲究吗 要新摘的荷叶还是陈年的也能用 当年的新的荷叶 当年的新荷叶 那要是三月份做跟十月份做 对 就是是当月还是讲究当天 按书上说 这荷叶应该是端阳节前后的荷叶 因为坐机的时间就是端阳节前后 这个荷叶包起来以后 下面我们用那个农民 憋着的草叶 这个草叶呢 为什么叫草叶 不能用那个细的麻叶啊 什么的其他叶子 因为它草叶和我们 萨养的鸡也是那个地气的 鸡本身养在地上的 草叶也是地里长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教化剂呢 是地气的 这个教化剂 光就这个捆的这个技术就不好练了 要捆这么严实 严实的 捆泥巴的时候 它泥巴滚在那里 就炒成表面上是毛草的了 不容易泥巴 脱了 脱了 这鸡就绑好了 嗯 其实就跟咱做肘子 捆肘子那感觉挺像是吧 十字捆 十字捆 一字形的捆 然后接下来给裹泥了是吧 这裹泥就随便裹的 哎 那不行的 这个管泥要有水控会有技巧的 它的管的荷薄你的用量都有关系的 因为影响它的位置的那个时间的 然后示范一下 对 先垫上稻草 先垫上稻草 就起到增加你的粘性 好拉力的作用 好拉力的作用 往上面割稻草很像撒薄面 对 对对对 放置粘在那个桌子上 看我呢 你把暗然销 你要 你得用内粒是吧 对 我这时候粘的桂花香味啊 我也变成小柜子了 好香味 这个盘盘要不要来试试 我想试 因为吃了那么多年的浇花鸡 但是还真没有包过它 这个您是说这么推吗 这样的浇花鸡 这个浇花鸡放在这里 然后呢 来滚上去 哦 所以这稻草是做这个用的 我得用力把它压瓷实了 好 好 两头堵 对吗 对 好 那么这样 倒过来 这样 对对对两头 好 这就完成了 完成了 好 其实果并不难 这个是要明火烤吗 要明火 用松树 松树 松树的树 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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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呢 改进了农松树的树 松树的树 要喂多久啊 喂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把它喂熟 这个呢 也五个小时 喂五个小时 这个 雷雷我想问吧 你既然研究了这么多年金融仙的作品 那你想啊 咱们今天 钟师傅这儿是有烤炉 是吧 当年人一小乞丐 兔植鸡 裹点泥 小乞丐啊 有几种烤法 有的是把鸡埋在地下 上边生活 好像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这个烤法 咱们古代啊 还有一种做的方法 有一个专门的字叫 刨 刨 刨烙之行 哎 那一大同柱子里面 隔着菜 让人吃身裸体在上面走 大体就这种感觉 和这个刨烙还真是差不多 咱们古代这个诗经里边啊 有一篇叫护叶 里面就说 有兔丝首 刨之 繁之 里边这个刨就是带着毛 给它来这么微烤 所以说宋代的红鸡公 能够吃到这样做的叫花鸡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人吃经的时候就做的了 现在马上拿回去 找微制了啊 至于怎么烤啊 咱们这个现场呢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小片呢 来了解一下 这些裹好泥的叫花鸡 都会被送到一个专门的微房进行微制 这里有当地山黄泥特制的炉子 和独有的松树炭 待炭火烧到一定温度 再将裹好泥的叫花鸡 一个一个的放到铁板上 盖上盖子开始微制 不同的时间段 保持不同的火候 每个半个小时翻转一次 微制五至六个小时 叫花鸡就可以出炉了 现在怎么吃这东西 怎么吃呢 这样的啊 这巴 这个泥巴 焯出来 那么我们焯这个泥巴呢 也有讲究的 也有讲究的 那么 一定要塞焯 但是等一会塞焯呢 怎么塞焯呢 就是 焯三下 这个是 吃焦化机的文化 文化 那么下面呢 要请我们的一位老师 过来 焯一下吧 来来来 有请潘潘 太荣幸了 张老师刚才我护的那个泥 你对吧 抄那个 我来讲啊 啊 一抄身体健康 敲一下啊 哎呦 二抄四眼兴旺 三抄家庭幸福 好 是不是要给它掰开呢 好 掰开来吧 你行了吧 哦 有 冒热气还挺烫的 哦 我来放进去 我来放进去 里面的这个绳子都已经被烤断了 嗯 酒味够窜的 一下打开就瞬间出来了 它这个泥土上呢 因为是酒坛泥 可能也有酒味吃的 这个焦花鸡 叫焦花鸡的吃饭 要自来吃的 嘿呀 这个鸡好香啊 好好享受享受 帮我去吃药子了 好呗呀 这个可怜家 我来帮帮你了 你什么人 我排行第七 你叫我老七就行了 就正常的话 咱们是整鸡上盘啊 还是整齐上盘的 就是咱们这个鸡啊 得上手抓 是吧 上手把它撕开 哦 撕开吃啊 现在我宣布 这道菜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 行 鹿后厨 撕成五份 鸡屁股给我啊 开始 这道洪七公最爱吃的豪放菜肴 叫花鸡 已经由周景平周大厨烹饪完成 最终能否被收入入管 请各位开始品尝 跟前面的二十四小明月夜相比啊 这叫花鸡就是一道硬菜 就是一道横菜 爱吃这样的菜 它怎么能没有酒呢 一口鸡一口酒 方显英雄豪杰本色 来上酒 建南春 中国白酒的味道 好酒 我们今天 由六神雷雷 与周师傅 共同完成的这道叫花鸡 是否符合金庸先生 正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所描述的那只叫花鸡 我们从选的这只鸡 它是三黄鸡和它是荷叶 来说 还原度是不错的 从味道上来说 我觉得好吃 好吃很重要 这个从还原度来说 我觉得很接近远注 因为这个烹饪流程 包括用料都一样 唯一可能不太一样的 就是 是要高级的叫花 才能吃到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是 味道的传承 一定是鲜活的 在人们唇指尖的流爪 这种传承 才是有意义的传承 那你做出这道菜来 能被当代的消费者喜欢 你这个菜才有生命力 没有必要拘泥于 就是洪七公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 做成链就挺好 好 谢谢 那么这道由六神雷雷 与周世佛为我们带来的 叫花鸡 与刚才的那一道 二十四桥明月夜相比 能得到多少分呢 掌声有请 李林与志强先生 你给估一下 看人得多少分 他们满分多少分 满分一百五 满分一百五 你们也就是一百四十九 不是 那个四十九 首先有请我们四位品味团 为这道叫花鸡打分 三 二 一 开始 第一道由大厨王志强 和李林制作的 二十四桥明月夜 获得了一百零一分 那么这道由大厨周锦平 和六神雷雷共同完成的叫花鸡 分数会是多少呢 到底哪道菜能被收入入管呢 请拭目以待 好 马波雄五票 董克平四票 潘潘六票 范范四票 十九票 恭喜 现在我们得到了十九票 那么能否达到一百三十票的标准呢 还是像李林说的一样 四十九票呢 我亲爱的现场所有尝过这道菜的朋友们 请为这道菜投票 三 二 一 开始 现在我们正式恭喜 六神雷雷与周先生的组合 为我们带来的这道叫花鸡 成功入选 中国味道 味道博物馆 这个菜呀 食材是不是特别名贵 不是最重要的 充正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复杂 也不是最重要的 说到底还是什么呢 好吃 恭喜由大厨周景平和六神雷雷 共同完成的叫花鸡 获得一百二十八票 成功收入中国味道 味道博物馆 总而言之 我们非常感谢 四位选手今天给我们带来 如此美妙的美食之旅 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中国味道 中国味道 由建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建南春中国白酒的味道 好 感谢四位 感谢嘉宾 感谢所有的观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